这里一过来就看到了这个航母了 吃完饭就出来就看到航母 应该是往这里面进去吧 我们上去看看啊 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到底有多牛 小朋友还跟我打招呼 哇 这辆摩托真漂亮 这辆摩托好看 这边买票 他还有中文的导览呢 嗯 可以 好 买完票了 三张票多少钱 70几 70几美金 OK 好了 捡完票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登上这个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比我想象的小 我觉得应该还要大吧 怎么 不是特别大给我感觉啊 哦 大倒也大的 走到旁边就觉得大了 哦 上面还有飞机停着呢 呦 这里还有旗呢 军舰的颜色啊 为什么都要做成是灰色的呢 他这里还有中文导览 我要来拿个导览 哦 这个飞机 这个应该二战的时候就中途导 所以这个叫中途导展览馆 打日本人的那个 可以选择中文的导览 他只要那个地方照一照 这个就是中文了 好 我们从这里进去 哦 这里就算是那个啦 船舱内部啦 哦 啊 这边是给你绿幕拍照片的 哦 会说话 这个倒蛮好啊 照一下 我直接就能听 说是这个船啊 最多搭过四千五百个人 说是他们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 这个船上然后什么都有 连监狱都有 所以他出去就是一个小的王国 我觉得 哦 这些老人啊 难怪我上来就看到这么多的老人 这些老人就是原来是在这个船上服役的 现在退休了 然后仍然回来和这个船在一起 所以叫他们黄帽子 这边是啥 哦 我靠 这个地方是给机房啊 那个年代就这么先进了 你觉得像不像 像不像上次在那个里 在伊朗 那个美国领馆里面下面也是这种感觉的东西 是吧 地下室都是这种 人家去看看那就是啥东西 开船 走 出发 在牛啥也不知道 是吧 走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船的螺旋桨还是飞机的吗 船的螺旋桨是吧 哦 引擎 哦 引擎 哦 这里还有那个呢 飞行器呢 哎 可以上去试试呀 哇 直接进机舱了 一个拖鞋飞行员是吧 穿着拖鞋起飞了 打算 那个是教练机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那它的这种拉杆 哦 在这里都在 对 起飞的话就是往后拉 那都啥呀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那当然了 这么多的仪表 这个操控起来有点麻烦的 这样挤不住 射击的 对 那个是大子弹的 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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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就开始射击了 那么多的仪表 开始 我靠这里这个训练舱 可以坐两个人 哦 我估计我要吐的 16美金两个人 啊 试试吧试试吧 我过会吐掉吗 那真的是要了命了 不能吐的是吧 好吧 我坐坐坐坐 那你看里面两个人出来了 一个关在里面 那边你看那两个大老爷们 不是 是一对情侣 我那个去要晃成这个样子啊 哇 这飞行员受得了的 那两个哥们下来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行吧 不至于很晕啊 不至于很晕啊 先在这边模拟飞行一下 然后我们要准备进去了 走 轮到我们了 go ready 好 我们来 坐那边 坐这里 好 操控这个 这里有一个操控按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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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需要30秒前进去 它说大概要花30秒 就是要等30秒才进去 好 我们要开始了 你操控成这样还能 我来设计 啊 倒过来了 我靠 飞机倒过来了 然后再飞回来 这是个预标盘 OK 谢谢 好 好 好嘞 我们 哎呀 走 飞机完了一通 我们到上面的甲板上去看看 它甲板上应该 就是 有战斗机了 肯定是有战斗机了 哇 上来果然 是啊 哇 都是这样的战斗机 翅膀都能折起来的呗 这个美国飞行员 美国大兵 跟我差不多高吗 比我高 这哥们比我高 那他们这个甲板是大是真的有点大的 那飞机就是在这里起降了 对吧 还有黄帽子在这里讲解呢 哇 这架战斗机 我爸来就好了 我爸就都认识什么型号 什么型号 我不认识 直升飞机 他们就是在这个跑道上起飞的 一家家飞起来 哪里还能上去 哦 那个上面还能上去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战斗机 哦 战斗机里面 也很小的 这个直升飞机的机舱里面 来 我们过去看看 这一家是能进去的 冰冰机是吧 哦 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还能给架 架一管机关枪 当当当当当当当 往下打呢 是吧 啊 这个真的是跟我玩游戏啊 OK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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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m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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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跳跳 是吧 诶 后面这家都可以上去的 哇靠 这一家它 从后面还能打开呢 来 上去 小姑娘先下来吧 哦 两个螺旋架的 去看看 啊 驾驶市里进不去的是吧 驾驶市里进不去的 就怕你把它开走呀 你过后你进去了 把这家飞机开走了 啊 冰都是坐在这里 两排 然后从后面还可以下 啊 啊 好玩儿 那这个驾驶上能进去 你进去看看 那你去吧 上去 哦 那边有个小姑娘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 啊 直升机的这个驾驶上是这样的 那你坐下去吧 坐进去吧 好了 你们两个去飞吧 好了 你们两个去飞吧 妈妈 来吧 啊 准备 你问他 有两个人飞坐好了 哈哈哈哈 啊 这个就是美国的军用飞机了 里面 哦 这些都是能搬的 有些不能 有些固定住了 都已经坏了 有的 那这里的呢 这里的能不能扭 有 哎 这个还能调整呢 是啊 这个还能调整呢 这个又是干嘛的 这个旁边还有这么个东西 哦 这个是发射的 我靠 走吧 这条应该就是起飞降落的跑道了 应该 是吧 换在这个地方 应该就是起飞降落的一个跑道了 啊 鞋啊 甲板大是真的大哦 怎么这么大个甲板 我那个天 进去看看 里面还有啥 嗯 这里面 这里面啥 哦 就是一个展示 展示是吧 嗯 就是这样的甲板 哦 它那个地方能上去的 不能 不能上去 它就是一个架子放东西的是吧 嗯 好 这个地方就是一架一架飞机 然后它可以插出来以后停在这里的 怎么停这个 那你整体看起来这个就是踏的 都是踹的 那是有点碳的 哦 对 他们起飞就是工作人员就是这个动作 飞机能飞了 就是这么这么一个动作 哎 导弹头上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隐形吗 隐形吗 就就引爆的东西 下面都是炸弹 火药 哇 这边有这么大个快海大桥 哈哈哈哈 天呐 那个人笑起来怎么这样 哈哈哈哈 哎 上面你看停了一只鸟 螺旋桨上停了一个傻鸟 就刚才那个 就刚才那个 下面 哦 这个 这个图应该大家有影响的 是啊 士兵去亲吻一个那个护士 啊 他们的操控室就在那个上面啊 那船 大是真的大的 在下面我刚才还感觉到它不够大 上来以后觉得是真的有点大的 哦 船旁边挂的这种桶 这种桶是救生用的 发生什么问题的 里面 药品也有 水也有 食物也有 哦 还有一个奖 皮花亭 都是在这个桶里的 手电筒啊 什么都有 那它就是这种桶嘛 你如果发生问题 这个桶是在水里 什么都有嘛 里面 对吧 上面你看就是一个那个嘛 就是一个皮花亭嘛 展开就是皮花亭了 对吧 下面的水和食物 什么都有 你海上如果飘这么 就可以用的 好了 看完他们的这个航母了啊 就我后面的这个 准备回去开车 然后找个地方吃饭去 我们想找个大典的商场 商场里面去买点东西 然后吃个晚饭 对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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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